所謂會上千人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懷疑強度不夠 而且有太多的傳染率一直在流傳的話 當然是有可能未來會超過每天的確診一千人 這兒子已經超過了 那這樣是不是距離這個單日確診過千例不遠了嗎 我覺得是不一定 如果我們能夠還是維持一定的懷疑強度的話 說不定它就是穩定在幾百個人那邊活動 所謂會上千人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懷疑強度不夠 而且有太多的傳染率一直在流傳的話 當然是有可能未來會超過每天的確診一千人 不過這個是不一定的事情 它的變數就是說 我們現在到底有幾個隱形的傳染鏈 然後境外會不會持續有病毒進來 那有沒有什麼大規模情緒的場所突然爆發 一個感染 這些都是一些變數 萬一只要有一個打醒聚會 產生大規模傳染的話 你馬上就會病例數會增加 所以未來其實是有很多變數 不一定說一定會增加或一定不會增加 那部長說觀察期要在10天 你到底醫師怎麼看 觀察期10天意思是說 我們最近連假這段時間 大概我們的病毒潛伏期是14天 觀察10天大概可以知道說 未來的疫情趨勢會不會往上升 或者是會維持穩定 萬一疫情突然變得失控的時候 我們隨時可能要採取更保守 更嚴格的一個防疫措施 也就是說往回走 那不一定 可是這也不一定會發生 如果大家都反恐得很好 讓他確診的病例數 維持在一個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 說不定我們就是一直持續這樣子